那麼我們這個今年度的終極佛學班呢 有幾次的這個課程的安排 像這個三月份就是有四堂課 是要講以這個佛光教科書第十六課 作為佛法概論的一個教材 那麼這個課程安排呢 分三期 一年之中有三期 每一期呢八堂課 每一堂課一個半小時 那麼所以如果認真算起來 一年365天 各位知道你有多少聽法的 安排好的聽法的時間呢 如果我們把這八三二十四 三期每期八堂 所以一共就二十四堂課 二十四堂課 每一堂課是一個半小時 所以總共就是三十六小時 本來最早安排是上下兩期 是二十四 這十二堂課 是只有二十四小時 三百六十五天 其實只有一天 我覺得少了太少了 怎麼樣塞那個怎麼樣調 調成三期增加了一點點 但已經是盡力了 那充其量也不過三十六小時 也就是一天半 講起來真是有點淒涼 覺得哎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怎麼聽法的時間 只有一天半呢 當然它分散在一年之中 一個星期一個半小時 這樣慢慢累積的 所以我想與其感慨 還不如說我珍惜當下 就是 那麼把這些課都跟上來 那幾次的上課 從這第一期八堂課 前四堂 是我來上 各位可以參考這一份 這上的都有寫 就是 我先上佛法概論 那之後 絕遷法師上印度佛教史 偏向歷史面 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寫 有關佛教歷史 那麼在第二期 就是我跟妙目法師 第三期是我們兩個 就配合我們的時間 我負責講金剛經 一共分八講 但分在兩期 那另外是妙目法師 講佛教的界定會 今年我們真的有很好的福報 各位正式福報 除了說上個星期 會寬法師來跟我們講 這個EQ 情緒管理 這情緒管理是有關會學 跟定的力量 情緒管理 然後新定和尚 我們已經特別恭請定和尚 來為大家在7月6號 就是傳授三規五戒 還有開示佛法 那現在在安排中的 新陪和尚也可以來了 第一次要來我們多倫多 大概是在6月份 所以現在還在進行年度 我希望由新陪和尚來指導我們大家禪修 或者陪課上的唱頌也 詩季唱頌很好聽 是 所以就是我替大家高興 敬請期待 那麼所以妙目法師會要在這個學禮上 幫大家把這個基礎打得好一點 就是用大師的一篇論文 大師一篇論文就是一本著作 很深入的談佛教的界定會三學 那麼這是我們今年度中級佛學班的整體課程的安排 那麼這四堂課叫佛法概論 然後是以佛光教課書的第十一冊 各位翻開來到第十六課 可以看到這一課的題目就叫佛光人的養成教育 這個養成 養成是本來沒有 我們幫他 請說 怎麼樣 第十一冊 第十六課 161頁 我把這個課名呢 它叫佛光人的養成教育 那實際上紫線叫佛光人才需要這樣學習嗎 其實不是 大師說我們過去在台灣 譬如說這個台灣大學的學生叫台大人 這個文化大學的學生 因為在華岡 叫華岡人 那麼就會說是哪裡人 那在佛光山學習也好 這個有緣的人也好 都叫做佛光人 甚至於你都沒有接觸 但是你認同 佛光山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的理念的 你認同的 都叫佛光人 大師很客氣的就以這個 就是這個範圍 對象 對象就說是佛光人 那佛光人你應該要 讓自己能夠充實些什麼 具足些什麼 叫養成 養成是怎麼樣的一個佛光人 但其實我說大師太客氣了 只有說你認同我們嗎 你就怎麼樣來學習 那實際上我把這個科目 在當我這樣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看過之後 真的是由衷讚嘆 大師是把一個佛教徒 這一輩子 你來此這一世 這一生人 這一生 你應當要 修的功課 全部收集在這裡了 所以它的內容 不可小看的 它是整個學佛的次第 叫信解行政學佛的次第 這四個層次 不同的層次 那麼全部你每一個層次在這個 剛剛起信信仰開始學佛 在這個步驟 你怎麼建立信心 怎麼去認識你的信仰 有哪一些你要功課確認的 解有哪一些你要去理解 要去了解去學習的 行在實踐上 真的這個說到一詞不如行 說到一丈不如行到一詞 你學來的真的要做 那麼學多少做多少 你做不了那麼多 你總是要開始做到一些這樣 那麼有哪一些內容 你一定要在每一個不同的 這個階段裡頭 不同階段裡頭 你有哪一些功課 你必須make sure 你要確認 你是很清楚的明白了 那麼明白之後 你有多少成分的這種 去落實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那這一課真的是太重要了 太實用了 如果一個佛弟子 你可以把這一堂功課 熟悉又熟悉 看過又看過 像這樣 然後今後就用這堂 這個課文的內容 這個提出來的 信解行政的這些 這些你必須要問自己 你學到了嗎 你做到了嗎 的這些功課內容 你就用這樣子來問自己就可以了 就夠用了 那麼可以講 不需此生 作為一個佛弟子 所以我把這堂課 整個叫佛教徒 一輩子 就這一生的功課了 那麼在終極班提出來 跟大家做一個共勉 好 我們看到161頁 這個前言這部分 前言部分提到說 佛陀 佛陀是佛教的教主 雖然佛陀在2500多年前 他正悟之後 他去為吳比丘說法 他這個在 就在行腳各處 蔣經說法49年 他其實從來沒有說過 我創立了佛教 我是教主 你們要來崇拜我 讚美我 從來沒有 佛陀是以一位老師的姿態 他說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這些道理真是奇妙啊 其實我所證悟的境界 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的 只是你們還沒有走上這條路 你們還沒有明白我所理解的 我現在來告訴你們 所以我可以證悟 你們也可以 所謂證悟 覺悟 就成為覺悟的聖者 成佛 所以佛不是說 以後就不用工作 我就坐在佛桌上 給人家供我就好了 不是這個意思嗎 所謂佛 是覺悟的人 所以是人 不是神 所以 學佛的人 不是崇拜神權的人 佛陀也說我不是萬能 但是我明白 這個人生生命是怎麼回事 過去現在未來 整個宇宙虛空怎麼回事 這個來來去去 通透的知道了 要讓我們明白 那麼所以 佛陀是一位老師 在前言裡頭講 佛陀是最偉大的教育家 那麼佛法 就是佛陀的這個教育法 也可以講是他的教學內容 那麼說可以幫助我們圓滿人生 因為人生不是只有這一世 不清不楚地來 密密乎乎地走 怎麼來怎麼去 哪裡來哪裡去 一般的人其實不知道 但是我們學習佛法的人 要很清楚 我們就是來學這些 如果我們所學來的 對我們的生命 不能給予答案的 你不必為他忙 你在那裡浪費 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大家來聽佛學班 我所理解的是有限的 但是從佛經裡頭 佛法告訴我們的 是無限的寶藏在這裡 我們在佛學班 大家借助這個一個半小時 然後在一年之中 我們一年又一年慢慢累積 慢慢去好像浸透浸泡在這裡頭 經營在佛法之中 希望我們大家慢慢的可以明白理解 也可以像佛陀這樣 我覺得我們很幸福 我們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可以贈得的目標 朝在那邊去 佛陀不是來無影去無中 玄之又玄的這些神明 不具體的 不是 佛陀是人跟我們一樣的人 只是他或者比我們提早走 這條覺悟的路 或者他比我們認真 更確實的 就正德 就走到這個覺悟的境界 我們可能起步比較晚 也可能用心比較淺 時間要長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很確實的知道 我們跟佛一樣 佛由人而成 我們也可以像佛這樣贈悟 所以有一天我們一定可以圓滿人生 不是遙遙無期的 那麼在佛教徒當中 在叢林寺院出家修學的青年 或者說就是出家人 固然要有佛法的養成 就是居家的優婆社優婆儀 或者他們的兒女也需要有信仰的傳承 需要佛法教育的訊息 這裡提到幾個名項 一個是叢林 一般講叢林 就是各種樹木 這個生羅並列的這些森林 因為各種樹木 這個草木都有 這個叢林 那麼在佛門之中 如果一個寺院 它具備有四大堂口 有這個殿堂 大僚 課堂等等這些 那麼生僚 這個各堂口都有 然後法器 中板 訊號 都齊全 譬如說 可以中古 有中 這個中古齊名 寫一下 那麼也都可以 這個所謂的 這個中板訊號都齊全 這個中板訊號都齊全 古代的這個寺院 它是沒有像現代 我現在有手錶啊 有失蹤啊 鬧鐘可以看 過去沒有 有的按相別 一住相的時間 那或者是說 這個負責 這個中板 施打這個訊號的人 什麼時候失蹤 什麼時候打板 像這樣的傳統 在佛光山 佛光山就是 總本山就是一個大叢林 它這一些 中古都齊名 中古齊全 這些訊號都有 那以我們這裡呢 多倫多佛光山呢 它是一所寺院 它就不能稱叢林 因為沒有四大堂口 沒有各個殿堂 然後 這個平常時 城中木骨 在這裡不行 要有城中木骨 我們左右鄰居 就要來抗議了 說我們擾眾 所以這個都市裡頭啊 勉強說叫都市叢林 實際上真正的叢林 要像比如說這個本山級的 像西來寺 南美是如來寺 巴西如來寺 在非洲的南華寺 澳洲南天寺 當然還包含在日本 現在興建中的伐水寺 那另外總本山 那更加是了 那像這些呢 就是叫叢林 那麼在這個叢林中修行啊 比如說佛光山間的佛學院 叫叢林學院 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這又不是動物園 怎麼就叫叢林學院啊 其實意思是取啊 說這一棵樹 樹在叢林不符至職 你一個修學佛法的人 修行人 就好像一棵樹 這叢林大叢林都是古木稱天的 那這個樹啊 根在裡頭長 你不用去用什麼支架撐它 不用扶住它什麼 它這個小樹就跟著大樹去長 自然長得比直的 這個向上 就發展的 所以樹在叢林 不符至職 它自己會職 那所以佛學院呢 就取這個意思 就叫叢林學院 這是佛光山叢林學院 是佛學院的意思 那麼 這裡提到說 這叢林寺院呢 這學佛的年輕人要養成 就是我們一般在家居家在家 優婆是優婆儀 是居士 學佛的這個居士 男眾稱優婆舍 女眾稱優婆儀 是由印度的語言翻過來的 就是子女也要有這個信仰的傳承 跟佛法的訓習 所以這一課就依信解行政 這個四個層次就列出 我希望各位看這佛光人的修身德目 你要把它看成叫佛教徒的修身德目 就你這個修學佛法的應該要具備學 要把它學起來 不是叫了解而已 的這些內容 有哪一些條目列出來 那麼關於這四方面 分在這四堂課 一次一個半小時 要把一個層次講完 其實是有點困難 所以大家要有這份教材 自己回去還要仔細看 也就是說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詳細的說 那麼有佛光教科書的同學請舉手好嗎 大概一半 好 請放下 好 沒有的人呢 你也許可以到圖書館去見 但圖書館應該就是那麼兩三套吧 也有限 何況 比如說我們在初級班 這次上這個佛門課頌 就是常用課頌這些儀軌 可以參考佛教從書 也可以參考一樣這套 佛光教科書第十册 第十九課 談的呢 就是有關課頌發願 就祈願回向 像這些也有很詳細的解說 也就是我意思就是說 佛光教科書是我們在 學習佛法上的百科全書 是一套教材 大師親自指導編定的 非常的周全 所以建議你們要擁有家裡頭 這個一個家庭裡頭至少要有一套 佛光教科書 可以的話其實還要有一套佛光大詞典 大詞典目前在佛教學術界是使用最普遍 可以講最好用的一套也最齊全 這個佛學的詞典 那麼你們可以到 各位已經是終極班了 我應該不用再重新教大家怎麼查 這在去年已經請廟墓法師 開過這一堂樂障指導 還有工具書使用的課程了 所以是不會重複請各位參閱 好 那麼我們看到161頁倒數第四行 從這一段開始是有關這個學佛的次第 信解行政第一個次第是信 那這是在關於信仰方面 我們看到有列舉20條的項目的德目 來幫助我們建立正確的信仰 好 以下這邊開始有20條 每一條你都要問自己 聽過嗎 聽過 了解嗎 了解 了解到什麼程度 一種是到耳朵的程度 就是要聽過 一種叫嘴巴的程度 我也會講啊 這樣 另外一種程度 是到你內心啊 生命的深沉啊 就是當什麼樣的境界現前的時候 我就看到法 我自己的體驗 我先跟大家報備 我很健康 但是曾經呢 幾年前 就身體檢查 那醫生呢 根據這數字報告 這醫生說 以我的經驗 我肯定地告訴你 你是癌症 就是我 好了 這個境界透過陰生 迎面而來了 是嗎 那一般的人呢 為什麼是我 我是吃素的呀 為什麼是我 我這樣的好人 為什麼是我 怎麼怎麼 就老想著為什麼是我 我當時呢 聽到這句話呢 這一個耳 從耳根進來的境界來了 我就問自己 這學佛這麼多年 這個時候法跟我是什麼關係 那個是很快速的 插螺之間的一念 就是法跟我 會起什麼關係這樣 這是第一念 瞬間的一念 第二念呢 法喜充滿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那個無我 其實沒有那麼長 我當時是散過就兩個字 叫無我 浮現 這個真理 無我 出現了 然後就在那個境界之下 對無我 好 好 不曉得怎麼形容 就是這個法呢 好像片滿所有的細胞這樣 突然間法喜充滿 見到真理 見到法 好歡喜喔 那個醫生呢 他還在那裡講 你看這個圖片這邊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數據 數據他沒給我看 他只有說你這指數就是絕對是啦 他說的是絕對一定喔 一定喔 這樣 然後他下一句說 因為身體是你的 所以後面要怎麼樣你看著辦 這醫生這樣跟我講 那我這個第一念 問自己法跟自己的關係 第二念已經是法喜充滿了 我聽他這樣看這個看那個 他問 他說你看著辦 我這開口就說 因為身體不是我的 所以還是您看著辦吧 It's up to you 隨你啦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樣 這個醫生也愣了一下 好 那就進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排了這樣 到最後呢 我這個一路 這差不多兩個星期又檢查 又怎麼樣等到再聽 這是確實的 化驗報告了 這個中間 兩個星期 我怎麼樣做好一點準備 就趕快 這個器官捐贈協會 這我拖了好幾年 這下不能拖了 趕快去登記一下 像我這個身體 帶著我這一生 做了這麼多好事 我要真用不著 我真希望他還可以繼續幫人 趕快去登記一下 然後呢 想想 如果這檢查出來 說我只有七天 最後七天 那七天內 我一定要做的是什麼事 三天 三天要做什麼事 如果這樣一天 一天可以怎麼樣 我就把這個 什麼事 最好的期望 這個 最壞的打算嗎 我通通都打底都打好了 回去聽報告 而且我高興的不得了 真的 現在要 再去回味那種法喜 恐怕 沒有的那麼歡喜的了 就在那個時候 境界對上的時候啊 那個法的運量有多少 那就是原知原味了 那個期間我印象中 我們有一位法師的開車帶我去醫院的 那所以在佛學院教書 擔任院長 所以我們這位師兄呢 就稱呼我 他說 有一次開車 開回到山上 在停車場 他停下來然後就哭了 哎呀我真的擔心 我說你怎麼了 他就說 院長 你不正常啊 我想我也只不過身體檢查 還沒有到不正常 怎麼說呢 我們都擔心了要命 我們很難過 都不敢講 只有你整天笑咪咪的 這麼高興 你這不是不正常嗎 你都不害怕嗎 我說真是很抱歉耶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讓你們知道 見法的歡喜 我深刻的體會到真理 妙啊 真是好啊 所以我好歡喜 然後弄到你們這麼擔心 我都 我怎麼讓你們知道我真的很歡喜 身體是假的 但是通過它 我可以感受到佛法的作用 怎麼能不歡喜 所以不要擔心 就這樣子 真的去整個總報告出來 那個醫生 好像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說沒事了 你不要擔心啊 現在不是 而且這是奇蹟 竟然一點成分都沒有 我一聽呢 我不是不要擔心 我說我有點失望 我這好不容易感覺好像那個小學生 心生報到入學 觀音菩薩終於要收我 就讓我去修這堂學分啊 我還在高興著 如果我可以通過這一關 這關心矮友 以後我就更有說服力 一定是更好的老師了 我正是迫不期待 要去 自己要通過去修這堂課 雖然我知道那是不好玩的一堂課 但總是要讓自己 為了幫助別人 自己要去修這堂課 竟然這個到這個臨門 就是關卡要開學了 竟然說好像這個不錄取了 就有這種感覺 所以有點有點失望 錯過這個修這堂課的機會 我自己回頭想一想 這個可能是我太快樂了 太高興要去上這堂課 結果呢一不小心 快樂呢是癌細胞的安眠藥 他就睡著了 就化驗不出來了 他不是沒有 他是催眠睡著 就這樣 因為每一個人體內都有這種細胞的 各種細胞都有的 他睡著 所以我通過這一段 我只是我提這個個人的體驗呢 就是說 當我們做文字上的理解 那各位聽法都十年二十年 看也看過聽也聽過了 但是當你對上境界的時候 如果除非除非這個法 是融入融透你的生命裡頭的 否則境界歸境界你歸你 進來啊哭啊呼天搶地啊煩惱啊 生氣啊懷疑啊什麼 像這些 就像有些也說是學佛的人 比如說他也受戒他也吃素了 突然生了一場病 聽人家說你看你吃素 身體就弄壞了 就得這場病了 你不要再吃素了 這個人呢如果很明白 吃素跟自己是什麼關係的話 這個吃素是很養生的 是真正對身體好的 你在怎麼樣不行 家裡頭怎麼樣不行 你都要少肉多菜 否則都是身體的負擔的 這個當然題外話 我們今天沒有空講這些 如果你因為這樣 你都不理解 你自己為什麼吃素 那人家一講 哎呀這樣營養不好喔 你馬上就 這個改弦一側就改變了 像這樣子是因為你聽來的學來的 沒有真正的 真的要徹底的認識他 理解他 所以才會人云亦云 甚至以額傳額 好 所以後面再談 我希望各位在看的時候 不要像以前這樣說 因緣法 這個我聽過了 不是這樣看的 你就要看到這因緣所生法 你就要問自己 我真的 在很多的境界 很多的現象裡頭 我明白 每一件這些人事物的 各種因緣嗎 我對因緣法 緣起法 要說究竟徹底明白 那就是佛陀證物的時候 是徹底的 就是參透緣起法 但我們不能徹底 你起碼要某種程度 某種程度的去體正到 這個緣起 緣起法 這個緣起法呢 我們這裡講 因緣身法 說是佛陀在菩提書下 覺悟的真理 也就是因緣法 一般我們稱的緣起法 如果我們把它 用來看待 這個人 這一期生命的流轉 它的變化 那麼叫十二因緣 去拆解開來看 十二因緣 去看待 這個生命的流轉 如果我們表 如果像這裡講的 用來說明 世間世事事物物 都是因緣合合而生 所以萬法 皆為因緣所生 如果是用來說明世間 世物的生成 在這時候我們會講 這因緣所生 因緣身法 所以用來講生命的流轉 我們通常講緣起法 或者十二因緣 如果講世物的生成 變化 我們講 這個因緣身法 像這樣 所以各位在看 某一些事情 你有的事情 你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突然之間 一件事情衝撞而來 難免整體上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這樣 但如果你冷靜一點 你只要問自己 各種的因緣是怎麼樣 你懂得從這個線索上去探討 你就不會那麼 好像難以招架 為什麼 為什麼 有些人就手忙腳亂指問為什麼 你把它拆解來看 這一定有個前因 才有現在的後果 這前因加上周邊有些住緣 就一路發展而來的 所以不足為奇 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懂得這樣子去分析 在你身邊的一些事物的話 你不會常常覺得 莫名其妙很多煩惱 不容易生煩惱 就算人家來批評你啊 攻擊你啊 總是不好 就是不好的對待了 這些 我跟那個人是 這是怎麼樣 倒霉啊 碰上這個人 其實 如果你要看因緣 有些因緣在這一身中 就在這一期 你還知道個怎麼回事 有些要更早 甚至於很多因緣不是單方 都是對方的問題喔 他是怎麼回事 不是 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 常常主因還是在我們自己 招感而來的嗎 福惠無門為人之招啊 我們招感而來 怎麼回事 你反省自己 大部分人都是反省別人 檢討別人 都是外面的錯 我曾經聽跟人家對話 要幫這個人有點難 因為他怎麼樣看 都是別人的問題 得要真的有因緣 我要帶他說 你能不能看一看你自己呢 通常不敢看自己 其實是很畏懼的 害怕 不敢誠實的面對自己 只有保護自己 就往外頭指責了 那這樣問題不能解決的 所以正要看因緣生法 不是要你看到 然後去自責啊 悔恨啊 不是 明白就好 你只要明白了 下次你不會重複嘛 否則這樣的重複啊 這樣的輪迴啊 這一生你沒有明白 來一生再來 再來 一直到有一生你終於明白 這又何苦呢 這個每一生每一世 我們都要相當程度的提升 這點是要確認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因緣生法 各位除了明白之外 可以知道這些跟你生命的關聯性 那下一次你再遇到一些 境界啊 人事物啊 這些 你不用很茫然的 一個大的問號在那裡 為什麼為什麼 不是 真的冷靜一點 這是主因我嗎 外界嗎 起因是什麼嗎 你從這樣看是因緣生法 如果你要明白自己的輪迴 這緣起法呀 是可以講佛教有別於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這個主張 緣起法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翻過來 我們在這個信仰的層面上 要確認的還有幾堂功課 就幾個德目 那麼第二點呢 叫因果輪迴 這個也要確認 你是真有所體會的 我要一直強調 不是你聽過而已 哎呀老掉牙了 這個從小聽到大 不是這個 是你真的知道有因果輪迴嗎 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話 那因果有一些觀念 比如說因果通於三世 那你就不會在這一世去問 去懷疑說 為什麼我這個好人 我受到這樣不好的對待 他那個壞人 倒是發達得很 這個世界上哪有因果啊 你看好人沒好報 那個壞人就這麼好命 哪有什麼因緣果報啊 會講這樣的話 就是不認識因果輪迴 你要真認識因果輪迴的話 因果通於三世 也就是你這一生所承受的 面對的 所有遇到的這一些 除了這一生你做來之外 還有過去 過去以前累積還沒有消的賬 來到這裡 那這個果報要現前 我們要兌現這筆帳 是我可以一筆勾銷呢 還是我分開來慢慢還的呢 什麼時候起變化 這還法也不同啊 我看一位師姐 他這個兒子對他的這種對待啊 差不多應該本來要折磨他這個媽媽一輩子的 但這個媽媽很虔誠的一位護法 所以就有個因緣轉變了 這個兒子突然間跟他母親要錢 要一筆錢 然後說 要去做佛像 他在佛光總本山 這個無所事事的兒子 硬跟著他到了總本山佛光山在台灣 然後到了大雄寶殿 主動開口跟他媽媽講 我要做中間那一個 你要幫我做 那個香燈法師就勸他 這年輕人這讀書人哪有什麼錢 看這太太也是一般人 也不是什麼大企業家夫人什麼 就說旁邊也有佛像 也有這個光明燈 你還在讀書你點光明燈就很好 怎麼勸他們 這小孩講了一句 我不管 他指著他媽媽 你欠我的我要你還 這個媽媽突然一語驚醒夢中人 對對對我欠你的 好 他去登記 當然他要分旗 這個香燈師傅也拗不過他們 這很奇怪的一對拇指 就讓他登記了慢慢慢慢 其實他都還沒有繳款 都還沒了 只是登記了 他回到家他們住台北 從高雄回到台北 一進門那個孩子倒一杯水 媽媽你累了 喝水 之後說我想一想 過後三天跟他媽媽講 我想去讀書 你再幫我找個學校好嗎 就本來是已經是學壞的孩子了 整個就轉變了 這個姻緣到底是 這個到果報來還得長啊短啊 什麼時候還 不定的 不一定的 但兩方 當你是牽涉外境 外境轉變會影響你 你的轉變也會影響外境 像這些 有很多這樣實際的例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 認識因果輪迴的話 你不會消極 哪怕你現在受爆 我是個多病啊 哎呀我這個多障礙啊 怎麼 有的人呢 遇到這些 身體越不好障礙越多 有的人如果他真懂因果輪迴 他越高興 好這個這個 可能是什麼人對他很 無名的 這種 傷害他什麼 他心裡頭反而很高興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我還得起 我還得起 像這樣 歡喜受 就還這個債啊 這個 我又忍不住要舉個例 我們時間 雖然有限 我要舉個例講 我們在有一所分別院 是在美國的 有一位 一位師姐 她總是人家 怎麼講 她這氣質雍容華貴 可是呢 經濟生活非常不好 所以總是穿得比較 舊 成舊的這些服裝 但是那個氣質非常出眾 看就不是一般普通人家的人 那來洗碗啊 拖地啊 什麼都做 後來我們在那邊的法師 慢慢跟他聊起來 才知道她是滿清末代啊 的公主 格格來的 格格 然後 她要叫 婦姨 婦姨要叫 叔叔嘛 總之啦 就是末代的王朝的人 所以那種富貴 門中的那種氣質 這不同 但是她是落魄的 落難的貴族 但她什麼都做 這很奇怪了 照說他們養尊處優的 哪裡會去洗碗啊 拖地啊 這樣啊 倒垃圾 整理垃圾等等 談起來呢 她說她 做得很歡喜 她都說應該的 應該的 她這個身世 其他人不知道 就只有跟法師講 跟法師講 讓我多做一點吧 我但願我這一生 可以還完這些債 她是 怎麼講 到了這個滿清 已經要終結了 她帶了很多的金銀珠寶 就帶著一些 世衛啊 卑女啊 隨從啊 就逃出來 逃出來 經過她介紹 就 找一個家世相當的 這個也是 這個 富貴門中的 這個男孩 結婚 結婚呢 對方就把她的錢財都拿走了 就偷跑了 那個非常時期 好像不穩定 那之後 第一度婚姻 就這樣告終 然後人家再看 因為這她沒有 沒有生活的能力 趕快再找一個好人家 再嫁了 總希望有個依靠 第二度婚姻 就把她 最後的錢財都拿走了 所以她 這些隨從 一個一個都離開 因為 也沒辦法 養得起他們 她一個人 最後 嫁給一個平民 第三度婚姻 倒是一個很好的婚姻 生了一個兒子 但兒子幾歲的時候 還小 先生就意外往生了 她就變成孤兒寡母 她真的沒有謀生技能 她就去幫人家洗衣服 就要養活這個兒子 這兒子倒不錯 讀到醫學院 畢業 畢業典禮的前一天 跟同學們出去游泳 見到有人溺水了 下去救 結果把對方救起來 她自己淹死了 她還是醫學院的 前幾名的畢業生代表 就剩下她一個人 所以她看她自己這一生 從出生在皇族 然後落亂到這樣 好不容易我們在那裡見了寺院 她就來幫忙 她就問她 你習慣做這些嗎 她說現在都習慣了 她說現在聽聞佛法 才知道這些都是應該的 而且做越多越好 因為她們在她說 她過去她要喝一碗湯 叫一碗雞湯 我們講一碗雞湯 就用一隻雞去燉的湯嗎 叫一碗雞湯 她不是 她那一碗雞湯 差不多要用一百隻的雞 腋下的那一小塊 我不曉得那是什麼肉 總之要殺一百隻雞 用這個翅膀下面的一塊肉 然後去燉那一碗湯出來 然後要吃一餐飯 要殺多少 然後取中間的什麼 才是會到她口裡頭來的 她說她從小長大 是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呢 現在這個 因果 她說她活生生見證 因果報應 那麼她說她很幸運 她聽到佛法 所以她知道 與其去消極的感慨 不如她積極的 她希望可以償還 她沒有什麼錢財去捐贈 她只有用她的時間勞力 除了養活自己之外 所有時間在佛門中 她說她真是也是做佛奴 就是要還掉她過去所造的業 像這樣 所以這個 當這個因果輪迴 你說你認識她 但是當自己遇到什麼事情 你能夠真的認識她 而甘之如疑的 去做這堂功課嗎 這個就真的是 看你真的是學佛嘛 真的學到嘛 好 那麼這個因果啊 通於善事因果 不是宿命論 是可以改變的 那這個 這因果 也是有 各有因果 各 就是說譬如講 我現在 我現在舉個講一句話 你們聽一看對不對 我現在開始來學吃素 我希望我可以賺大錢 我這句話 如是因如是果 我這句話成立嗎 我現在來聽佛法 我來學吃素 我希望我這個 可以賺大錢 賺錢 財富 你要有布施的因 然後有收穫的果 那我吃素 我不結二元 不殺生 我可以有吃素的因 得健康的果 或者我不結二元 沒有障礙的果報 像這樣 那我說我吃素 我希望發大財 那就是錯亂因果 像這樣子 譬如說 我現在 來聽佛學班 我們怎麼出去就覺得有點頭痛 心跳得特別快 這個是不是 不能來聽 這個也是錯亂因果 像這樣子 那麼 所以你真的認識的話 這凡事各有因果 還有另外觀念 這個果報 是叫自作自受的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要承受 所以是不能代替的 那做了也一定要去承受 這個 夜報夜報 這個夜報什麼時候消 爆了才消 所以跟第三段講的 善惡夜報 我剛剛把這個因果跟夜報的關係 一起講過 然後還有前生後世 就是佛教講的 從這個前生 今世到來生 像這樣 三世的關係 三世輪迴 互為因果 也就是說 這個過去種下的因 我這一世承受果報 那我這一世也在照來世 這世照因 來世也要受果報 所以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做者是 你可以預約來生 你希望來生是怎麼樣的 一個生命 一個人 或者一個個體 你這一生 你正在為你的來生製造 製造你的來生 譬如我希望來生 這個得欲貴人 多一些好因好緣 那我這一生要節緣呢 我自有節緣 來生必定有好因緣 我希望來生 能夠富貴 這個經濟各方面 這個之用 這物用好 那你這一生 你得練習著跟人家不思 你會幫助別人 來生自然豐厚 像這樣 就是 你這一生 你不殺生 這個 愛護動物 也注重環保 愛護地球 像這樣 那你來生一定健康的 體力各方面一定健壯好啊 像這些 就是 你希望是怎麼樣的 比如你來世 你希望智慧 對 那你這一生 你多聽佛法吧 多理解 來生 這個 這個 智慧理解 表達一定好 包含表達能力 好 像這些 有這個前生後世 就三世的關係 那第五點呢 所謂諸行無常 這個諸法 所謂這裡的法 不是指這個佛陀的這個教學內容 佛法 不是 不是指那個法 這裡講的這個 諸法因緣所生 這裡的法是 世間上 世間法 世間上的 這些身螺萬象 所有圍繞在你身邊的 有形的物質也好 無形的這些現象也好 這些身螺萬象 所有一切存在的 叫諸法 這些 這些的存在呢 是由因緣所生 這個是第一點就提到的 全部都是由因有緣 才存在 所以 緣聚則生 緣善則滅 這個是緣起法的原則 所以它這些現象呢 就不是常住不變的 所以說 諸行無常 我們要講這四個字啊 我聽過 諸行無常 三法應之一 諸行無常 你要說你 聽過聽過 懂不懂 大概了解 但是要讓你自己去感受到無常 你才真的了解無常喔 其實我們 絕對是生活在無常中的 你的細胞 以這有形的身體來講 細胞 它是這個生命不斷的 哪些細胞老死之中 成為死細胞 哪些在生起 差不多一個人啊 七年 一個大的 它只是說有些 新 怎麼講 新陳代謝 就是生滅不已 陸續換的 它不是同時 shut down 同時換新的 不是這樣的 陸續陸續的 有新有舊的 所以你不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我這個新陳代謝是怎麼進行的 感受不到的 但其實平均來說 據醫學上來講 七年 能換的都換新的耶 所以七年照說面目全非了 從小 變得越大越漂亮 皮膚越好 慢慢的 年紀大了 光澤開始沒有了 開始有點 這個沒有光澤 然後有點皺了 等等 牙齒也開始掉了 OK好 像這些 它一直在變 你身體 天天 天天這樣子 你一天一天這樣過 你比較沒有明顯感覺 但某些人 這幾個月不見 甚至於幾年不見 很大的變化 像這樣 這些都是無常變化的 不要說這個物質體的身體 看不到的念頭 才厲害啊 刹那都在變 前一念 後一念 你抓不住的 你真的 你要生活的這種 說是自在歡喜 你唯一能掌控 就是我維持著這念頭 是正向的 正念 我們能夠掌握 正念具足 那你這個人 絕對全面都是正面的導向 現在比較流行講正能量 你散發的正向的 你要朝著這個 否則它這個 這個影響它的因素 是太錯綜複雜了 所以要想想 我現在這個念頭這樣想 是所以一念三千 我這一個念頭形成 比如說 我們這個星期一 我看到我們的Mabel師姐 我們的公關組長 想到 星期一 多倫多大學社工系 這個校長要跟學生講話 我們是贊助者 要出席這個參會 比如講 我們現在決定 佛光山佛光會 要去支柱多倫多大學 社工系 什麼 這樣 我們這一念 決定要這麼做 其實它 背後累積多少因緣 為什麼我會形成這一念 去做這個善事 我又不是無聊 就算無聊 怎麼就會決定這個方向去做呢 怎麼就要去贊助教育呢 怎麼就要去 很多事情當年要去做 包含 你要去罵這個人 很多時候我們做錯事啊 是沒有什麼計劃啊 糊裡糊塗就無名嘛 這是 就結了二元嘛 但 他為什麼 就在那個最後一刻 為什麼就罵了他呢 說了不該說的話呢 那個 那個一念之間 他就三千因緣在背後 形成這個時候的這一念 所以你到那一念 才去做決定 太慢了 你要從形成的背後的因緣 就去釐清 就去把他導向 是正的 是善的 是光明的 是結善緣的 像這樣 他這個因緣在怎麼錯綜複雜 形成出來的 我現在這樣跟你講一句話 我現在跟你這樣子 一個態度 一個怎麼樣處理 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這個 講諸行無常 我只是希望各位知道 真的 這無常變化 你要去認識他的話 你就會很謹言慎行 謹慎 謹慎 你的所有的這些背後的因緣 好 第六點要認識的是真心不變 說真心就是佛性 這個佛性啊 佛性說人人本質具足 這句話真好 在聖不爭 在凡不減 你就是成聖成賢 本質具足的 這佛性啊 是 你就是聖賢位的聖賢 你也沒有增加 我們在凡夫位啊 在凡夫啊 我們啊 其實也沒有缺少 這就好像 我舉例講 黃金 黃金 它是金塊 一塊 它是黃金 金質不變 我把它做成手環 把它做成耳環 項鍊 把它做成金碗 金盤 金床 金桌 做成任何形狀 金的本質有沒有變 沒有 所以後面講 聖之餘就是 驢胎馬腹 驢胎馬腹 意思就是畜生道 那代表的是三惡道 那總的說 你就是在六道裡頭輪迴 這個佛性 這個真心依然不變 這個觀念的建立啊 確立 特別是法華經裡頭 講的是最究竟的 這佛性是人人俱足 每一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眾生皆有佛性 這一點我們要確認喔 如果你不確認的話 你說我這麼努力修行 在這裡聽課 有什麼用 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你不承認 這個真心不變 人的佛性具足 而且不管你在哪裡 六到哪裡 還沒有成佛以前 那個本質都不會變 都是具足的 都有的 如果因為這樣 那你可以忍苦忍難 你說 我還是 就忍下來吧 不要解惡緣 當是我的功課好了 謝謝他 讓我有功課可以做 像這樣 那是因為你知道 最終因為你這個真心不變 我有個佛道堪陳 可以完成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目標 你也不知道你有這個本性 具足的佛性 就很可能隨境界 就迷失 就輪回去了 你就不知道努力是有用的 有些人他之所以用不上力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他以為他以為 努力有什麼用 還不是給人家看不起 還不是一樣這樣 就提不出那個力量來 所以這些你要很確認的話 修行是有力量的 有目標的 好 類似的 在第七 盛凡有益 這個盛凡呢 我們講 這個 像比如說我們唱爐香炸 爐香炸熱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哎呀 我這個香爐裡頭的香剛剛才燒起來 然後整個法界就蒙受到我這份供養 這個香的供養 蒙薰 這法界 那到底這法界蒙薰 法界是政治界法律界的人嗎 不是 是指的是實法界 所有的生命會出現在 可能在這 這個實法界之中 這實法界呢 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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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聖行位 有四類 凡夫位 有六 六個階層 這個六凡其實就是六道 好 六道是哪六道 各位知道吧 我不用寫 好 我橫著寫 然後 好 所以這個呢 又稱為六道 好 這個大家很清楚 那四神呢 好 所以呢 這裡提到的 說這個觀念 你要知道有聖有凡 各有不同 這個聖凡有益 你知道有什麼用 跟你什麼關係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這個六個凡夫 就六道 我們藉由我們的真心 真正的去學習 這樣子的修行 不管你解形病重 我也很強調解形病重 你 你要能有機緣聽聞的佛法 你盡量去學習 那學來的呢 有因緣讓你去實證 去練習做做看 遇到境界來 這個時候我正好修忍辱 這多好 我要感謝他耶 沒有他來 我就沒得修這個功課了 我聽這麼多忍辱 聽來都是理論的 現在是境界來 我才有的練習做功課 這個是這個演練的課程 所以你要感謝這境界 你懂得這樣想 你是不會怕進入問題 面對境界的 你不怕遇到那些 來考驗你的人 對你給你hard time 讓你難受的人 你反正遇到這些 你現在這個觀念一改 可能都會覺得真好咧 我現在很認真的要學佛 果然是有這種 這個實習課程 這菩薩馬上安排善之士 讓我演練演練 真是感謝 你不會去抗拒這些外境 反而知道要去把握這些 修煉的機會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有機會會從六凡 然後進入到四神 四聖 像這樣 所以你知道有聖凡 不是說我認識他們 不是 而是你可以提升 向上提升的意思 這是在第七段講到的 這個聖跟凡 那第八 我們在這個信仰的層面 要建立是不壞性 你對哪四種對象 具有不壞的信心 哪四方面呢 這邊講的 其實總括來說就是 佛 法 身 這是三寶 然後戒 對於佛陀告訴我們 以戒為師的 這個一個做人的原則 一個規約 我對這四方面 我這 真的 在這輪迴路上 我們就清楚的知道 我這一生身為為人 而且是有福報 聽法的人 實際上 過去未來 我們是不能掌握的 當然因為我們這一生 這麼努力 這麼認真 除非是過去過去的過去 有這個餘業未了 不然我們是可以把握得到 我來生要怎麼樣 這個 我 聽我們有一位法師 一次我們在閒聊 我談到這個 他就說 對呀 他很平常一句話 我就覺得 他這個提醒 導演很經典 他說 對呀 我們都說是趁願再來 但是不小心 就趁願再來了 我說你經典經典 是不是啊 你到底是 這A或B啊 因為這兩個同音啊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我發願如何如何 但是如果你 真的沒有把一些法 融會在你全身呢 是你的觀念 法成為你的觀念 你的習慣性的 沒有的話呢 往往是這個 就是 不要讓我遇到 我下輩子一定 跟你怎麼怎麼 他不是這個嗎 是不是 這個 平常一句叫 冤家遺解 不遺解 你不要打結 要把它化解 講很容易啊 這個內心啊 那就說 我就是吞不下這口氣嘛 就一口氣而已 我覺得那時候不舒服 我就記得了 像這樣 結怨很容易啊 但這個 這就是會有一股 牽引的力量 讓你真的不得解脫了 好 好 所以我們對 我說我們身為這個 有福報學佛的人 對佛陀的聖教 不起一心 對佛法真理 歡喜接受 也不起一心 對出家僧團 互持認真 也不起一心 對佛陀教導我們的戒律 奉行不違 不起一心 這 就是 帶著我們呢 要通過 這個 人 人生 這一生 這一條路 因為境界太多了 考驗也不少的 有的時候再加上 事與願違 哎呀 我就發願這樣啊 我也很好的待人啊 結果怎麼樣啊 有的時候 有些人就 我真懷疑呢 我這樣 修行到底有沒有用啊 像這樣 好 這條路啊 你要能夠 堅持 徹底走下去 你必須在這四個方面 你只要這四方面 三保 佛法身三保 是佛教的總綱代表嘛 你對三保 不起一心 就算 我現在假設 你看到 哎呀 這怎麼出家人 會做這樣的事啊 講這樣的話呀 有的人喔 他在哪裡 看到一個出家人怎麼樣了 他說 我就說嘛 這 這 這世界上是沒有修行人的 這出家人都是不可信的 比如這樣 那就 這個 一竿子就打翻一條船 就是 就全面否認啊 像這樣 那個也是自己的愚痴 你不能以偏概全 整體上 你縱使看到哪一部分 你都要說 這是個人的 這是一個個案 這是一個個人因素 它不能代表 這個三保 的 這個整個的情況 所以對三保 對 這個佛教的戒律 奉行 就是 不起一心的 堅決 是有信心 相信的 那第九項 身性大乘 學佛必須身性大乘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才能究竟圓滿 這一點 我是很真心 希望大家 真的要接受這句話 而且叫 身性不移 大乘教法 你行菩薩道 能夠自立立他 這個方向 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如果沒有弄好的話 哪一天啊 你可能搬家到哪裡去了 那究竟呢 就到哪一個道場去了 那那一邊的人就告訴你 做什麼義工啊 我們這邊 這只講修行 不談其他 這就是雜物 看什麼報紙啊 拜什麼佛啊 我們這裡不做這裡 我們自管打坐 不管這些 這個不管那個不管 你還算大乘嗎 其實那個道場 叫小乘道場 就只顧自己的 我們就是閱讀藏經 這個是真的 我們在佛學院呢 因為也有 在家中同學 到他們的寺院去 他就講 我們要畢業了 到我們道場 到他們寺院去看看 這個 做一個選擇 這在佛光山太辛苦了 到我們那邊去 後來呢 我們同學都回來 我們班上 就全部都出家 就兩位在家中 家庭因素 也當世姑 全部都入道出家的 我就問他們 你們都去參觀過他們寺院 那是怎麼樣回來 選擇在佛光山留下來 我們不敢 不想做那種人 那種人是怎麼樣 他們 那個寺院呢 前門是不開的 後門呢 就是熟悉的人 幾個人 來供養的人進來 那他們是有閱讀 就自己閱讀三藏 那平常就養兩隻狗 就這樣 所以我們班上的 那幾位在家菩薩 去了之後 都在佛光山出家 不想當那樣的人 在佛光山解形病重啊 在那裡 我可以自己看說是很高興啊 陪兩隻狗玩一玩 幫他們洗澡也很高興啊 再來就沒啊 就等著齋主送錢來 就這樣啊 那這樣的意義 好像太有限了 我聽了之後覺得 這在家的同學還真有智慧啊 留下來 全班都在佛光山出家 這個深信大乘 你如果沒有對佛陀所說的教法 學習理解 那麼 對於這個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擴大跟提升 作為一個人 這個用途 自己看書 我是覺得太 這世界上少你一個人 其實也沒什麼差的 就你看書嘛 你要說你看了出來獎金就好了 但 那樣子自己自修自肚自療 這個是治療悍 這個不值得提倡 各位也要知道 你在佛光山 佛光山的中風 每一個寺院道場啊 都有它的 這個所謂的道風 或者叫中風 就好像你這個家裡頭 有些這個門風 比如說這個書箱門地 這個是教育啊 讀書啊 傳家 那有一些呢 就很會經商買賣等等 大家的那種家風啊 家教各有不同 那寺院也是一樣的 尤其佛教進入中國 最大的形成八大宗派 大家比較熟悉 比如淨土宗啊 這個禪宗啊 其實還有律宗啊 密宗 天台 華顏 法相 三論等等 就八大宗派 這在初期班裡頭 一堂課就是八宗綱要 就概說 給大家認識 好 那麼 每一個寺院 都應該有它的 這種宗派或者法脈的傳承 以佛光山來講 如果要講我們的這個宗派呢 那是屬於八宗裡頭的禪宗 禪宗裡頭又有分幾個支派 在我們叫禪宗寺中 好 但你們看佛光山之歌 這歌詞大師寫的 一首歌裡頭 把整體的佛光山的精神 這中風作風全部都特色都寫了 其中有一句 是八宗兼弘 人間佛教的道場 就一句話 八宗兼弘 人間佛教的道場 那麼所以呢 大師的主張就是 我們是禪宗沒錯 特別說 這個從古代大德就講了一句話 這是壽祭 說 林祭子孫滿天下 真正讓這句話 成真的 就是星雲大師 真的 林祭子孫 就是林祭中的子孫滿天下 為什麼不是哪一個中派子孫滿天下 而是林祭子孫呢 星雲大師見佛光山 遍及全世界 帶動整個國際佛教 現代化 本土化 所以林祭子孫滿天下 這句話就應驗了 不然這千年前 祖師大德怎麼會留下這句話呢 當時都還在中國境內 怎麼會就說這樣呢 所以這個也是很特殊的因緣 現在講我們的中風 這個不管是我們的禪風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人間佛教的家風 中風 曾經有個年輕人他要出家 當時我在佛學院 所以這個如果說學生之中有 他像這位很特別 他一來他就說 我來佛光山就是要來出家的 但是他們叫我來佛學院 說要先來讀書才可以 所以我是以出家為前提來讀書的 意思就是說我一定要收他 我就說你以出家為前提 就像外面的人說我們以結婚為前提來交朋友的 他有個前提 他以出家為前提 因為我們佛學院沒有出家的前提 在家出家都可以來讀佛學院的 但他很強調 他是以出家為前提 那我就問他 那你為什麼要出家 他說我要念佛 那你在家也可以念佛 他說那我是希望佛光山可以提供給我一個 我個人可以清修 我就這輩子就在這念佛 我也不必去做其他的事情 就佛光山提供給我 念佛閉關修行的一個地方 我說那你找錯地方了 你應該去找那個中風 就道風是修淨土的 我說佛光山是人間佛教 八宗間紅 各個法門都要學 然後呢 但願眾生得理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我要學多少 我就要來供養給眾生多少 就要來分享 就要跟大家共同齊頭並進 這樣帶大家一起走 絕對不能我學了我自己跑 不行 我們不是騎那個自行車 自己騎自己跑 我們是習慣開大郵輪的 我開一艘船 幾百幾千幾萬人一起走 是這樣 我說你自己要念佛 我說你有什麼福報 讓人家來護持你 你沒有這福德因緣 你想閉關 到時候魔戰很多的 所以我要他 要不打開心門 騙學一切法 之後再一門深入 要不你就不要這個 改變你這個前提 騙學一切法之後 這樣在個人修行 要不你就直接 你堅持你的前提 請你換地方去 你跟佛光山 道風不同 像這樣 所以有的人會問 像過去 我在有一個道場服務的時候 有人來跟我講說 哎呀佛光山可不可以 就是開放24小時念佛的 我說誰來念啊 他說大家 我說大家有大家的事 社會上要工作 家庭要忙 那你們出家人呢 我說你就是不了解我們 我們從早到晚很多事情要處理 我說導師我建議你 你可以來 你建議的嗎 你建議24小時念佛 那你來 他說不行啊 我要有人輪 那你找到人再說吧 要求別人很容易啊 況且真的 這個佛光山 它不是真正 只修淨土或者念佛 那如果要的話可以 你可以回佛光山總本山 總本山是教育 就是它這是整個教育的核心 它有敬業靈 是專門念佛的地方 它有這個禪堂 全台灣最大的禪堂 那就是全台灣都是可以打坐修持的 像這樣 對我們來講 這些修持的功課 會有學習 也會有一個階段 自己要有所體證 然後一旦來到分別院 我到分別院來 我就不可以要求 你們都不要來 我們這個月全部閉門 我們法師要自己閉關打坐 你們都不要來 這裡已經是度眾的地方 分別院 不是養 不是養眾 不是在培養我們的時候 所以像這個 在佛光山 有這樣的中風 各位就要很清楚 比如說佛光山的四大宗旨 以文化弘揚佛法 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會 以共修進化人心 你要檢驗這個道場 是不是佛光山 你就看這個四大方向 它是不是都做了 認真的做了 像這樣 其實我們有一份報告 每年都會貼在 包括外面有一個公布欄 很多圖片 圖文 這相片在那裡 那個是按照四大宗旨 貼出來的 選出過去一年 這四大方面的 各方面的 那個報告在那裡 像這樣子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有人講說 你們怎麼不像慈濟 多做一點慈善 慈濟的中風 就是要做慈善 佛光山的中風 就是人間佛教 就是這四大方向 我這四方面的事都要做 慈善的事情 社會人士也懂得做 但是佛教的文化 佛教的 就佛法的教育 誰懂得來做呢 像這樣 真的佛光山 選了一 就走了一條不容易走的路 但這是我們的中風 我們就是要去維護它 所以各位在看 我剛剛提到的是深信大乘 你對你自己的 這個學佛 學佛有自修自了的法門 其實我們一個 一個修行人的養成 整體來說 最終回歸都是大乘的 但某一個階段 比如說我們在佛學院 學習的階段 對於自己的那種 閱讀經典 像我舉例講 我說這個階段性的那個加強 那個地道不同 我讀佛學院 我到了最後 這個要畢業 我印象中 那個借書證 又要畢業了 最後一年很緊張 這個佛法浩瀚 我覺得不夠 很惶恐我要畢業 所以最後那一年 我印象中我開書單 每個月除了上課之外的時間 其實我們課時間都排得很滿的 但是我講以外的時間 每個月要閱讀二十本書 有社會學有佛學 有我自己就是評斷它是 比較輕鬆可以看 中度可以看 很枯澀很難看的那種理論要看 比例我都有分配的 二十本書 一個月一個月 把我要看的 要在佛學院內一定要看完的 書單都列出來這樣 一年內要達成目標這樣 每個月都要達成了 一年這樣 但其實即使這樣 還是覺得不夠 但至少做到這樣的 那個階段 差不多人家來跟我講話 我都五分鐘 給你五分鐘 現實的 他們要先掛號 其他時間埋頭苦幹這樣 有那個階段 但畢業之後 你要看分拍在哪裡 那個學習重點 哪一部分下的功夫的 深淺等等 各有不同 那這裡講這個深信大乘 就是你經過不同階段 不同的這些學習修煉 最後你一定要對大乘教法 一定要深信不疑的 這個我講的不是我個人 是我們大家 還有不棒正法 對於說佛因法而成道 生 佛是因為真理 而能夠成就佛道 生出家的弟子 也是一樣依著法為老師的 所以三寶之中 法為最尊 法就是真理 指引眾生解脫生死 學佛因深信正法 不棒正法 好 這句話講來也容易 不會 我當然不會毀棒正法 不會跟你遇到境界 我現在假設 突然間 有什麼樣的變化 很無常 有些人就很埋怨 為什麼讓我遇到這樣的事情 這麼無常 變化 像這樣 有幾個人 他看到這樣無常變化 然後他很高興說 我看到真理 不會去怨怪 抗拒 排斥 是真的 看到這些變化 世間上的這些 都用佛法 哎呀 在真準時呢 真準 不過提早了一分鐘 這也不行 我們這一分鐘要回來 因為他這個錄影 我一定要一個段落 好 這兩支都沒點 好 謝謝 那邊繼續再錄嗎 繼續 好 所以呢 一般的人看到啊 這些四向 深入萬向變化 哎 你有開嗎 沒聲音啊 沒聲音啊 有啊 OK 好 我們繼續剛剛的話題 說不毀棒正法 當然因為我們是依著正法 而得 在佛法這條路上 向前再向前 越走越向上 但真正你從耳朵聽聞來的 理解的佛法 跟你親身去證 就證物啊 體證到的 體會到的佛法 這是兩個境界的 那真正的 能夠對我們的 生命起引導的作用的 是體證 就不能停留在只是聽 我不曉得這樣一堂課下來 雖然這部分只講了這前面 有二十點 在信仰部分有二十個得目 二十堂功課了 那我們就講了這十點 我希望就著這樣講 各位回去啊 真的還要再進一步的去思維 你就用自己的現在的處境 去思考 圍繞在你身邊 因為每一個人身邊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會反省我身邊的人 有些人會反省我跟一些事情的互動關係 有些人會反省我對於這些物質界的處理 像這些 總之你都要去反省 那你必然是會心中有所體會 有所感悟 那這樣就形成你再向前的基礎了 大家去試試看好不好 做做這個功課 當然我也希望大家先 預習先看過 因為照今天來講 我們應該完成二十項 結果只講了十項 就一半 那如果各位知道 我們上課這用意跟方式是這樣的話 你先行這個預習 那後頭我們可以 稍稍稍快一點這樣好嗎 好我們先下課 幫我們討厭 幫我們討厭 謝謝 謝謝 好